这次是 真是没想到啊 多多你说 他们单身爬全是 这种马路牙的风格 他们四个有时候呀 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放心了吧 是你放心了吧 我放什么心 哎呀你就别装不知道了 其实呢 你知道 我知道 就是不知道 人家知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 你知道你应该知道什么 看我的眼神多多 我承认 我有时候吧 好像是知道 他有时候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件事 南极和北极在一种情况下 是可以见面的 怎么见面 融化成海 汇聚大洋 是 刘总 时间快到了 你还说我呢 你多有我 小飞 你还进不进口呢 几点了 几点了 有开眼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我追 快快快 进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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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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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拿 赶紧洗手去 你要快点洗手啊 别磨磨蹭蹭的来不及了 衣服洗到了 快点快点 好衣服换了啊 赶紧 别换一换 我现在去换 老婆 因为你 我把婚礼往后 推迟了半个小时 向小飞 希望这是你人生中 最后一次知道 我保证 我再也不知道了 那里有三张卡 一张是别墅的门卡 以后是我们的家 还有一张 是上海那家酒吧的无限卡 听说昨天晚上 你跟你的兄弟们玩得很高兴 那以后 如果想跟他们玩的话 就只能去那家 如果去别的厂子 行 知道了 知道了 说我看我 Fan不爱 这几个朋友 看我儿子多帅呀 看她几个朋友真是青 四个大帅哥 放松一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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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加油 走 走啦 走 走 请我们的各位来宾尽快入座 我们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各位来宾 大家好 我是本次婚礼的主持人 同时也是向小飞先生的伴郎 在这里 我向大家郑重地宣布 向小飞先生和刘胜南女士的婚礼 正式开始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二位新人入场 来 出来了 出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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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这是最先进的自动驾驶 我也是第一次亲眼见 加油 什么情况 是不是撤出问题了 我差点嗨了小飞 你 各位 我们的新郎 用这种 别出心裁的求爱方式 跪在了我们新娘的面前 把我们的新娘 奉为今生 唯一的女神 对对对对 那个 那个 我是想用这样一种 特别的方式 来迎接你 来到我的人生当中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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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挺好的吗 现在请我们的新郎 站起来吧 牵着新娘的手 回到主舞台上 来吧 爸 爸 爸 我知道 这个婚结得比较仓促 但是从今天开始 我和盛楠就是夫妻了 我会好好爱她 好好照顾她 您放心 放心 盛楠 爸 我把我女儿救给你了 谢谢 从今晚后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都不客气 当年你和妈妈结婚 也是这么有趣吗 是 就是我也自己就好 咱们今天不了解这个事情 可能这一些 都是天意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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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住 站住 站住 我去家你喝酒吧 走吧 来 来 来 喂 方 今天晚上小菲啊 不是回新家了吗 杰森这儿特别不适应 要不你过来阳台 咱们仨喝一杯 我刚哄金刚睡闻酒了 我不去了 累了 你是见吧 好 好 你今天点心情吧 没事 我懂 咱俩喝 我曾经多么希望给你幸福的那个人是我 但我却不是你最需要的那个人 我一直想为你做点什么 但是我 对不起 你是要睡在这里 还是要进屋睡啊 我 应该进屋睡吧 你那么聪明的人 在这给我装傻呢 我觉得啊 就是现在我们结婚了 这个 这 这 受法律保护了 对不对 要是进屋睡的话 应该也不算犯法啊 还不赶紧 进屋之前 我再提醒你一次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牢记在心 让你读写算了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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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还把眼睛闭上吧 哪一样 怎么怎么把灯给关上呢 我要去 我已经炖了那个银河莲子羹 临时决定飞汤英国 有个紧急会议 刚起时 去床就要走啊 你辛苦了 下次回来吃 走了 爹 去吧 不是 说你们这一个个 到早上过来干吗呢 上早操啊 不是 老大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离预期 就是只有三天了 我们整整熬了两个大夜 还是没办法实现 百分之百的道路规划 而且罚规律还非常高 我们这儿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没关系 老大 这怎么能没关系呢 要不 要不你 你骂我们继续吧 老大 我知道我们让你失望了 要不这样吧 你再去找徐总好好聊聊 再给我们争取一点时间 哪怕一个礼拜 我保证 一个礼拜 我们肯定会有突破 哪怕一个礼拜 相信我 据我所知 还有三天时间 才到A组的项目提交 佟总工 今天这么着急找大家 是不是实验有了结果 首先我也特别感谢徐总 帮我召开了这一次会议 也感谢各位的倒查 那我就跟各位聊聊 自动驾驶项目 自动驾驶项目 我们A组 开展于两年前 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也取得了很多进展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要谢谢在座的每一位 对我们A组的支持 但是就在 徐总进入了公司之后 自动驾驶项目 进入了平静期 对不起 可能我这么表达不太准确 应该是自动驾驶项目 进入了平静期之后 徐总进入了我们公司 就在那个时候 我跟徐总立下了一个约点 现在这个时间马上已经要到了 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的是 结果怎么样 虽然时间还未到 但是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我同意徐总之前的说法 暂停自动驾驶项目 我输了 童童工你这 太突然了 其实不突然了 我觉得在座每一个人 其实心里早就有数了 只是有我一个人 还不认输罢了 童工啊 别太会计 这不是你的问题 这个时间要求 确实是强人所的 是啊 别影响情绪 其实我现在可以接受所有的结果 好 谢谢你们二位 但是之前的约定 我还是要做的 姜总 我的辞职信已经写好了 如果你需要啊 我今天就可以办理辞职 我知道你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 但是不要冲动 姜总 我没有冲动 我 但是如果公司觉得我同意 还有用不之地 还需要我这个工程师 我愿意留下来 因为我曾经的固执与坚持 确实给公司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我希望可以弥补 所以我现在 所以我现在 愿意尊总 许总 还有姜总 你们两个之前对我的安排 加入李德组物流分检项目 你真的想好了吗 我想好了 姜总 您来定夺 定夺什么 红雨 你是我当年一手请进来的人才 也是制动科技的首席技术官 辞职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也别这么冲动 我也不管你们有什么样的约定 我不会让你以任何原因 离开制动科技的 老板 我听你的安排了 既然想通了 既然想通了 那就按你说的办 自动驾驶项目 暂停 你带着A组全员加入B组 那 佟总工是咱们公司的首席技术官 是我的领导啊 进入到我们组 那工作怎么分配啊 理工其实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 因为对于这个项目来讲 我非常地尊重你和你的所有的组业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 这些付出和心血的意义 如果说理工你不介意的话 我愿意作为副组长 咱们两个一起将这个项目尽快落实 转化为效益 为公司创首 好 那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同工带着A组全员加入B组 全力研发 你不认识吗 可是我说你们一个个个这么丧热干吗呢 这不就是一个项目吗 不管结果怎么样 但是你们是我最信任 最欣赏 最依赖的战士 如果你们还相信我这个老大呀 从现在开始 把自动架持着所有的项目和文件 全部收起来 今天下午开始 全身先地投入到B组的新项目当中 好吗 开会儿 走 干活 这我还得开会儿 记得这儿多吃吧 你怎么不吃啊 我在这儿等你半个小时了 我在等你的答案 什么答案 是婚礼那辆车对吗 是那辆车 但是也不是 你知道我最好的兄弟 最重要的这一天 他从我的车上摔下来 我什么感觉吗 我觉得是对我最大的讽刺 自动驾驶为的是什么呢 为了让人们的生活更便捷更安全 但我没做到 曾经我以为我离那个目标 已经很接近了 但是当向小飞摔下来那一瞬间 我醒了 你会不会严重 我和你所说的 还真的挺远 放弃不是你的性格 我这个人是不服输啊 可是那能怎么办呢 你不会甘心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你对这件事情 超乎常人的坚持 一定有别的原因 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你不是经常跟我说那句话吗 咱们就事论事 该过去的东西就让它翻篇吧 我呢对于公司而言是一个 戴罪立功之人 我要把我所有的精力 放在物流分检项目当中 我不能再输一次完了 童谣 如果你真的想好了 我希望你放下包袱 全力以赴 因为你真的可以做得很好 多谢胜利者的鼓励 你赢了 咱们俩没有输赢 差不多了 咱们该撤了 来 服务员 买单 好 别 说好了 我来买单啊 我这辞职未成 换宋宴还要进行下去吗 什么换宋宴啊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离职那天你请我吃饭 但是问题是我没有离职 你这个男人 白瞎长一张帅气的脸 所以说这顿饭 还是要由我来请 因为你是个 送人的脸 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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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轻轻 我批评 挺好 我再拨 对不起 怎么办 先生 您好 您的外卖 我没有点外卖 不会啊 您不是向先生吗 您稍等啊 向先生 是我 老郑 我看外卖显示已经送完 您收到了没有 您怎么想着给我送外卖啊 您不是求婚嫁吗 刘总吩咐 让我照顾您在生活企区 我呢 就给您订了份外卖 是您最喜欢的香菜 他怎么样 安全到英国了吗 电话也打不通 好像还没有下飞机吧 向先生 刘总一般工作的时候 也不接电话 问题我是他 算了 没事 谢谢 顾老二 我一会儿陕送一些外卖给你 姐 你收到跟我说一声啊 你干吗给我送你这么多菜啊 郭文老师 那么大正事 你是没吃早饭吧 我吃了 这是我一朋友给我送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送这么多 荤素搭配 色香味俱全 赶紧吃吧 崔老师 你也没吃饭呢吧 我刚下课呢 那你跟我一起吃吧 咱俩一起吃啊 好呀 那我来 别忙了啊 我来我来 我动手可以去 坐吧 郭老师 能跟你吃饭我真的特别开心 不过呢 能跟你吃上饭 真的太不容易了 拿筷子 各位 从今天开始 佟总工将带领A组所有成员 加入我们B组 共同进行物流自动分解项目的研发 佟总工 担任副组长 我依旧是组长 大家欢迎 那么首先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进展 希望我们可以合作愉快 公司业务遍及全国 大中型企业十五家 上市公司八家 外资企业四家 这是国家公认的4A级物流企业 六号 十二号台的牛排 这是六号 这是十二号 我画了 二号 还有草和 四号 九号 二号 五号 二号 两号 五号 多三号 郭流伤 我没什么 好 个二号 的 好 买什么呢 这么忙 还有吃人玩手机啊 上完这道菜之后 把那边牛排帮我修一下 然后牛排出去吹好 按摩完我教你怎么腌制啊 什么呀 师傅 您的意思是我给做牛排了 牛排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还有分子料理的 学不学啊 不许我找别人了啊 好嘞 你等着 我给他来个太史涵 是日条龙安坡 就你话最多 走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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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嘞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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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卧槽 不是你们吓死我了 熹龙珠等待你召唤神龙 咱们这么多年 还真算是有点默契啊 老大 这一路我们可是千儿都没敢出 小韩说 这是秘密行动也保持进步 这也帮我们紧张的 你们刚才过来的时候没有人发现吗 天衣无缝 那我就认真跟你们说点事啊 自动驾驶项目是你们七位 包括我在内 咱们八个人共同了心血 公司现在最终的决定 暂停这个项目 但是 那是在上班的时间 下班的时间他们管不到我们 所以说我有一个建议啊 从现在开始每周三天 下班之后两个小时 继续攻克这个项目 想跟我在一起 你们就留我下来 如果我不想的 我也很理解 老大 我们等你这句话可等了一天啊 哎 对了 隔壁那边 你们懂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安静有效 速度地去完成我们的工作 开始吧 冲冲 是啊 谢谢 哈喽 我又回来了 你怎么不吃啊 你看我叫你干吗呀 我吃啊 我看你吃我更高兴 你看我吃你也高兴啊 不过你挺能耐啊 这么难排队餐厅你都排到了 不过现在不是饭点吗 你们餐厅不忙吗 还是你被开了 瞧你说 我告诉你 但是你不了解我 就凭我有实力有运气 得了吧 这俩哪样的理由啊 那是你还不了解我的魅力 我告诉你 这个餐厅的女经理 看见我 帅哥 两眼都直了 要个位置还不好要啊 我了解了 失恋综合症晚期 盲目自恋 你太不了解我了 我告诉你我早就放下了 你信不信 我还真的不信 就跟这秋葵似的 看着健康空心的 我告诉你那是以前的我 现在的我百毒不清 这家好吃 你多吃点这个 特色菜 多吃点啊 你也吃点吧 好 杰森 怪不得你着急请假了 原来也是出来吃饭来了 好巧啊 阿姨说这家味道不错 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是 这家是不错 但是这个很难定位置的 你们定到了吗 定了 因为我家里人正好来上海 想见见小悠 所有我提前订的位置 这 这么快啊 有时候碰见对的人啊 有些事情确实发展得挺快 这还要谢谢杰森哥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留在餐厅 我也遇不到阿姨 对了 一会儿进来一起喝一杯吧 好啊 好啊 那杰森哥 你跟你朋友先喝着 我们先过去了 等会儿 我不是她朋友 我是她女朋友 正好 这杯酒我先敬你们吧 我是月子倩 很高兴认识你们 你们的事我已经听过了 误会一场 大家都不必走心 我要感谢你们呢 要不是你们呀 我怎么可能遇到杰森 遇到我的幸福呢 杰森哥 你女朋友真漂亮 说话也很大气 没有啦 你看 她平时大大咧咧的 其实呢 内向得很 你看 现在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吧 可爱的呢 亲爱的 赶紧送送她俩吧 她俩还没吃饭呢 不用了 你们慢慢吃 我们先过去 杰森一会儿过来啊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别放在心上 那一瞬间 她轻轻拔的那一刀 却狠狠地 扎入了我的心扉 快吃饭啊 茶不撕饭不响 眼不动嘴不张 你这典型的撕春症状啊 杰森 有什么不开心的 就哭出来 像以前一样 别抽疯了好不好 她装什么可怜呀 我觉得我还比你可怜呢 刚刚新婚之夜结束 我 老婆去哪儿都不知道了 该被安慰的人是我好不好 小飞啊 我跟你说这个嫁入豪门的生活 就是这样 现如今你可是王的男人啊 这得认 那这新婚燕耳的 也不能把我们小飞扔在家里 自己不管不顾的呀 就是 反正这回哥们扎心 你这是扎什么心啊 我才算是真的扎心了 发生什么事了说一下 我跟你们说 她说 她是我女朋友 月子倩要追你 我觉得你想多了 原来就为了想帮你 可是这么听起来吧 这是想帮忙 但是又觉得 又有点那么 不清不楚的意味 我说的不是她 我说的是我自己 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心动 我好像对以前喜欢的东西 喜欢的女孩 瞬间全部都消失了 我的眼里 心里 脑海里 好像都是她 也许这就是爱情 你稍等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但是我只有一个好奇 你能追上月子倩 我知道很难 那怎么办啊 她都说是我女朋友了 我总得追吧 疼 疼 你能不能拿出对待工作的态度 来对待我的事啊 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办 杰森一个内心无痛苦 无欲望 无束缚的大挑衅男人 在这一刻 却像金刚一样在看你吗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 该对她说什么 你说话呀你 但是我却知道 哪怕是胡说八道 我也要说 因为她需要的不是答案 是支持 你过来一下 胆子乖 去去去去去 我这么跟你说吧 现在你所有的套路 都是他的强下 所以呢 你应该改变战术 打破所有的套路 我们换一个思路 重新再来 什么意思 在你重新建立的 整个过程当中 你要换一个思路 咱们要逆向思维 不是说你能做什么 而是他能做什么 他擅长什么 但是他又不擅长什么 不能做什么 但是你擅长这个东西 这个 他就是你的强下 猛猛 别人懵 我来给他解释一下吧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要了解 岳子倩有什么是不会的 而你恰恰又特别地厉害 这个 就是你最强的武器了 你真是笨哪 通俗一点 就是岳子倩没有 但是你有并且很强的东西 我告诉你啊 就像你给我做的饭一样 你擅长的是厨艺啊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 想要拿下一个女人的心 就先要拿下她的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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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一把玩手 我觉得你真的应该 跟他好好认不了